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离苦 狮子 象 牛等 这些我们常现的动物 虽身处处生荡 在佛教中却常常出现 如成为诸佛菩萨的做起等 佛教中也常有很多动物辟语 关于慈悲人的教话说里 以众所周知的动物形象 寥寥数于点名深刻的佛法 狮 比喻无畏和巨大 狮子是百兽之王 常用来比喻佛陀的无畏和巨大威力 佛陀以无畏生说法 镇龙发跪 象是狮子 佛陀说法也常被称为狮子后 诸佛菩萨设化众生的法门 也称狮子法门 即以狮子王来彰显诸佛菩萨的功德 狮子同时也是文殊菩萨的做起 象 象指法身能负担众贺 象 是古印度皇室常见的做起 佛陀入木胎时 即化身为白象 白色表示莫有沾染时间杂陈 象则象指佛的法身能够负担众贺 白象之六雅表六度 四足表四如意 相象渡河 彻底节流 常辟欲听闻教法 所证甚深 佛经中经常以兔 马相象三寿渡河 辟欲小 忠 大三成正道的深浅 兔渡河则浮在水面 马渡河则急半 相象渡河则彻底节流 象也是普贤菩萨的做起 牛 赞美德行广大无边 牛的形象一向是温讯踏实的 在佛陀的诸多称号中 也常用人中牛王来赞美佛陀德行的广大无边 就如同利大无穷的牛王 在法华经中则以牛车来比喻菩萨成 以大白牛车来比喻佛成 大成妙法 孔雀 象指贪欲和虚荣 孔雀开平极其美丽动人 象指著贪欲和虚荣 也为人们一线到美丽动人的东西 就容易起贪念 不舍放手 人类终生的烦恼是毒害心灵的五毒 孔雀能吃尽一切毒虫 却为象指祝福去五毒五食的烦恼 悉灾处病 所以孔雀常被用来形容本尊 能淡尽一切五毒烦恼 龙 代表恐怖的大能力 龙居住在水中 能够腾空飞行 呼风唤雨 是守护佛法的八部种之一 龙在佛教中占有重要地位 代表恐怖的大能力 能够影响人间的五谷收成 佛陀诞生之时 也有天与花香 九龙涂水 未知沐浴 摩羯鱼 佛以爱念附助众生 摩羯鱼也是佛经中常见的一种动物 用以比喻菩萨 以爱念附助众生 不到圆满成佛 终不放弃 如同摩羯大鱼 张口吞噬一切 不亦可免 相传 佛经中有摩羯国 佛陀为了救护摩羯国中 身受疮病之苦的百姓 跃入水中 化身为大鱼 摩羯国人吃了佛陀幻化的鱼肉 如福灵丹妙药 并体痊愈 动物形象在佛教中各种各样 在佛经中也常有不同意义 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佛陀在过去世 也尝试现为动物 以动物身识见菩萨形 并且也产生了很多辟语 由此讲述了深刻的道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